我的這個髮型 這樣太Q了 其實我本來只是想要跟他說 我想要一個彎 結果他就弄幾個彎 雖然很Q 但是還是沒有之前這麼誇張 好 進入今天的主題 逆拍手的下集嘛 就在那一天的時候 其實我跟你們講的 好 拍手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很奇怪 我是覺得很好笑 我不知道剪出來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 你拍手的樣子真好笑 拍手的樣子真好笑 你拍手的樣子真好笑 蛤 很高興能逗你笑 喔喔喔喔 其實他剛剛講的那個話 Siri預設的預言 沒有那麼緊張 因為我也知道Siri常會這樣 尤其是我的Siri會比較笨一點 所以我很少跟他聊天 下集會不錯 等EVP過去嗎 先給你看一下 當時會有影響 我帶著我這個EVP 來到四樓 我現在把它打開 對 其實你們也知道嘛 當下是聽不到什麼東西的 但是當你回來放到電腦上面降噪之後 可能會遇到一些微小的音頻 這詞我也已經除了 我原本是覺得說真是沒有什麼 很像是那種雜訊 降噪減弱一點之後高頻率的那種雜音 但是呢 如果這樣子聯想的話 就太弱了一點 所以我還是 然後補了一下 你知道我們水瓶座的人都特別喜歡天馬星空 尤其我去設BTI 測影 就是說我是表演型的 很喜歡嘗試新的東西 難怪我會做讀師穿說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聯想一下 你們記得我半年前用EVP 第一次去墓園 詢問他那些問題的時候 給到答案嗎 我這樣子冒昧的進來 我想請問一下你 我會不會打擾到你 如果會的話 我可以離開 或者是你可以給我一些表示 請問你們這裡 有多少人 請問 你是在天堂 還是在地獄 就這三個問題呢 大家幫我統整出了非常多的答案 真的非常的感謝 就是因為這次那個EVP 所以我想說 回去翻一下當時的答案 我再找找看 當中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連結 如果講真的是有 這麼一點點的巧合 就跟這個半年前的 我們就這樣聯繫上了 有人說不會啊 可以啊 老阿咪 我後來腦補了一下 這個第一個答案 該不會是中文 其實翻起來 我覺得聽起來很像 卡 哇 骨 有人說 四個走開喔 四十三十七個 七個人 但我剛剛說 如果他不是中文 如果他是日本的話 依照前面的邏輯 三日星 或者是 卡 字 覺得 聽起來還蠻像的嗎 第三個是什麼呢 很多人就給我一個答案說 在你腳下 但是 我以一個日文 反推回去的話 他聽起來比較像 水 金 家 他意思是 曲 仿 神社 曲 仿 神社 很多地方都有 長期 金剛 大埔 大阪也有什麼地方都有 但是呢 今天我這樣子一查 跟前面的東西連結在 我腦補了一下 這不是就要跟大家說到 我到那邊 墳墓探險的原因了 那個地方是一個 非常著名的墳墓 叫做 桂友清將軍墓 桂友清是台灣早期年代的 海軍一級上將 他也是孫中山創立的 黃埔軍校 第一級的成員之一 那個時期 對台灣的國民政府 跟日軍 非常多的戰爭 包括桂友清 其實也有參加在裡面 雖然他有逃跑將軍的稱號 所以我才有點想到說 用日文去翻譯這些東西 那翻譯出來這些東西之後 到底有什麼樣的邏輯呢 桂友清其實就是日文 河口湖前面的三個陰節 他是位於日本 富士山 富士五湖之一 富士山裡面 剛剛好就有一個曲 仿神社 卻傳說 當地把這個曲 仿神社 當作祭拜自殺的亡靈的地方 希望他們能夠好好的走 好好的同胎 而且他祭拜的這些亡靈 不是別的 正好是富士山裡面的 親密的樹海 自殺聖略 而我們得知說 自殺聖異這個地點之後 再從第二個他的日文連結起來 他注意 熱 寂寞 的確 被埋在自殺聖異那些用文 又寂寞 熱 而且在臉上 我前幾天EPP錄到這個聲音 的確很像的意思 對這個好像有點太腦部 如果不談這個線索的話 其實我本來想說要去 佛羅里達州的那個 羅波特娃好不好 安娜貝爾德的前身 隔壁那邊已經封起來了嘛 我覺得趁年輕嘛 我一個人去這樣子去冒險 帶著你們記錄下來 有一個很不錯的體驗 所以你們可以先幫我決定 鬼門官方還是要去自殺聖略 就那就再麻煩大家去我的IG 現實上來幫我投票啦 影片發的20小時內 發一個投票視窗 那沒有看過鬼門官方那集的朋友 可以點右上角可以在最後放一些精華的片段 我們今天大概就是跟大家交代一下 自己腦補出來的這些畫面 或許我們下下下時間 就是在你們幫我們決定的那個地方了 讓我們進入鬼門官方的那個片段吧 你在車子那裡等我就好啦 對對對你在車子那裡等我就好啦 沒關係 沒關係 咧咧 啊 我看到 我看到 他就是說 我前面這個河吧 根本沒有路 這裡是死地 我怕他是不是又沒有意識 然後又不見了 你把這兩件事情 串在一起 他來了 記得去鬼門官走一招 明天山 出貨事情 松雪柔 出貨事情 所以假設 我去鬼門官方的話 現在的 是鬼門官方 是你 一切的一切就是這樣子 記得去投票